揭露台傑密約 外交部怒告立委徐曉星洩密 但他拿出新市政 原來台傑援助烏克蘭一千萬美元 三月二十六號早就被公開在 捷克政府的現代經濟外交雜誌 捷克政府可以大大方方的 向全民表達 台灣政府這裡的相關MOU合作細節 台灣的政府要遮遮掩掩的 用所謂密件的方式 徐曉星這個真的叫做犯後態度 極度的不良好 今天所有的機密文件 如果都由受聞者自己來判斷 是否為機密 那就毫無機密可言 徐曉星主張沒泄密 更嘲諷外交部長吳釗燮 才會告泄密 結果自己沒掌握捷克外交部 公開的資訊根本失職 外交部的期刊你都沒有看 然後跑去按鈴申告以為自己很屌 你的下一步法律行動 是要去對捷克提告嗎 既然收錢國家都肯公開了 我國外交部怕什麼 還大動作對立委提告 外交部既然推脫捷克沒有中共 在對付這兩立委馬文鈞 聽不下去 因為捷克沒有中共在對付他 他在3月26號就已經公開 你怕中共什麼 你今天做對的事情 你怕中共什麼 30%要跟台灣的企業買 是捷克要求的還是我們台灣要求 是我方要求 因為我們希望他們幫我們去 戰亂的地區 去看看當地實際上需要什麼 外交部坦承確實密約中 給CHTI1000萬美元的款項 當中30%到40回購台灣 醫療器材 用品 是我方提出了要求 徐曉欣強調 這就是問題的核心點 徐曉欣主張公開的秘密 不是秘密 吳釗燮堅持要告 就看司法如何認定 但為何規避採扣法 外交部得講清楚 記者 謝耀珍 蔡秉鴻 台北財務報導 答案 評論一下 姜 劉海 永聖